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内容业务的副总裁罗斯Dan Rose去年曾对媒体表示,希望将视频直播中插播的广告产品在2017年年初延伸到普通视频中。据悉,Facebook目前每天播放视频的时间已超过一亿个小时,该公司之前从YouTube挖来了一些视频红人。 另外,Facebook还和一些传统媒体签署独家协议,让他们使用自家的视频直播服务。 另外,Facebook也对客户端进行了几次改版,方便用户发现精彩的视频资源。据称,插入15秒钟广告的视频,其长度最少必须达到90秒钟。 在网络视频行业,最常见的广告产品是视频播放前先播放广告,但是这种广告会打击网民观看的兴趣。 如果广告时间太长,用户会干脆取消播放。 如果首先观看一部分视频内容,可能增加广告被完整观看的可能性。 除了视频广告产品之外,Facebook还需要改进视频广告播放的测量数据。 之前该公司被曝光,在广告播放数据上出现失真广告播放三秒钟,也被计算为一次播放,损害了广告主利益。